各位全球華人 陳昂 Group 我是為了職業夥伴 大家早上好 今天呢 我們很高興呢 來到這個平鎮這邊 對 我們這台這個車子 就是我們這個工作車 對 工作車呢 我們要來試我們這個修復劑 巨龍的一個修復劑 那這修復劑的話呢 效能怎麼樣 我們大家來試試看 我們來看這個車的車牌 拍一下 來看一下喔 KA6875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 車主的話是我們的 慶豐 邱慶豐先生 來say hello一下 哈囉 本來車是1995年 出廠的 特別聲明 壓了 陳昂的機油之後 這個是 巨龍量子波引擎修復劑 那因為今天喔 就是剛剛那個機油不夠啦 可能他之後車子會漏油啦 所以很怕說到時候就是有一點聲音這樣 所以他自己先去加了一支修復劑 那現在機油還是不夠 所以機油還是要加一下 所以現在我們要加 買了機油要加機油 來先加機油 機油不用管什麼廠牌的 也不用管它的潤滑度 反正加下去就可以了 裡面不能沒有機油 就這樣子 這樣補一補 如果說到時候 有沒有加到滿 沒有加到滿也沒關係 有嗎 OK 那這樣就夠了嗎 一罐就夠了吧 夠了齁 好 那這樣子 來 好 OK 來我們來看一下 來我們攝影一下 這支叫什麼 來攝影一下 來 巨龍量子波引擎瞬間修復劑喔 來我們來加一下 對對對 打針啊 為什麼要打針 因為人不乖要打針 車子不乖要打針喔 這是乖乖針啊 直接打囉 打了 OK 今天是幾號 今天是2023年的10月29號 29號 那這台車 就加了我們的這個修復劑 剛剛這樣一支 然後 他自己加了 然後還沒有 然後現在再加機油 然後再加一支 OK 然後我們把它關起來 那今天本來我們 我們還要再加我們的這個 Mission 就是我們的一個齒輪油 變速箱的油 但是變速箱找不到 那這樣沒關係 我們下次我們再來加 但今天加了機油的修復劑 加兩支應該效果就大概會出來了 這樣才不會沒有機油 那那個慶豐 哈囉 哈囉 那今天我們的一個實況報導呢 就到此 來謝謝各位時間